当天中午位于大风区商业街的一家甜品店 来了一名身穿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 该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挑选甜品 所挑选的甜品价格12元 当时这名男子拿了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 给收银员陆某 陆某在钱柜里翻找零钱的时候 这时中年男子声称钱包里有零钱 让陆某把100元钱给他 陆某一言将100元递了回去 男子接过100元钱又瞅了瞅零钱 声称零钱好像不够 让陆某干脆找零钱给他 而男子手中的100元钱并没有交给收银员陆某 当时我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指人的钱围 说找90找90你先找90给我 然后后来他就接了个电话 他就说等我过10分钟过来再来拿这个东西 然后10分钟之后他也没过来拿 甜品店内的监控显示 男子一边将100元接回对折于手中 一边又指着陆某钱柜里的零钱 让他找零 之后陆某找给男子90元 在男子离开之后 察觉到不对劲的陆某 数了数收银台的钱 发现钱少了 可此时男子早已没了踪影 店里员工遭遇到这件事情之前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只不但是没有商账收骗而已 我想通过媒体和警方 让更多的商家了解这种诈骗方式 避免遭遇到更多的损失 据收银员陆某回忆 这名男子说的一口地道的大风话 应该是本地人 目前大风区警方正在凭借这段监控视频 权力侦查破案